稻田凸现不明生物 很多长着三只眼睛的怪虫子 怪虫究竟从何而来 深入龙门山脉 如何揭开恶中蹊跷 稻田迷暗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稻田在我国的乡村很常见 不过重庆 滇江县 高安镇 河龙村 有这么一片稻田却与众不同 每天天一擦黑 这个稻田里就开始冒白烟 一冒就是一个多小时 有好奇的村民就想上前去看看 这白烟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还没等你靠近 这白烟就消失了 这一下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都过来看热闹 农业专家也来了 专家这么一看您猜怎么样 这哪是白烟啊 这是稻田里闹害虫了 这个害虫的名字叫道飞狮 奇怪的白烟就是细小的道飞狮群在活动 你看 这桩稻田谜案 这算是解开了 可是在距此不远的四川彭州市的一片稻田里又出了怪事了 这儿的这个村子的稻田突然出现了很多长着三只眼睛的怪虫子 这些虫子是突如其来 而且是越来越多 2008年春夏之交正是稻子抽碎的季节 四川彭州来寿村的村民刘里杰像往常一样到田里劳作 无意间发现了水田里出现了一种怪虫 它椭圆形的甲鞘让人联想到乌龟 而分叉的尾巴和鱼类或者蜻蜓有几分相似 它的腹部剩有很多成对的角 最为奇特的是 它的头部长着三只眼睛 村民们都不认得这是什么生物 便随口叫它三眼怪 可是这怪虫的增长速度惊人 没几天就遍布稻田 然而到了秋季 水田里的水放掉之后 怪虫也奇怪的消失了 到了第二年初夏 怪虫又出现在了刘里杰家的稻田里 它们虽然并没有影响稻子的产量 但因为它行踪诡异 再加上谁都不认得它是什么生物 这不免让村民们忧心忡忡 有人担心它对人畜有害 也有人怀疑它是灾难前兆 带着疑问 地理中国摄制组赶往四川彭州展开考察 彭州距成都市区22000米 发现稻田怪虫的来寿村 在彭州西南部 摄制组到来的时候 稻田里的水已经放进 因此在稻田里并没有见到任何异常 摄制组找到了最先发现三眼怪的村民刘里杰 得知摄制组的来意 刘里杰拿出一个杯子 这是在这种怪虫泛滥的时候 它捉来养在家里的 现在已经养了一个多月 摄制组仔细观看 只见杯子里的生物长有一个椭圆形的硬翘 腹部细长 有着比虾还多的足 还拖着一条跟蜻蜓类似的分叉尾巴 在它的两眼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凸起 看起来确实像三只眼睛 从外观看 它很像某种节肢动物 和蝌蚪也有几分相似 这究竟是什么生物呢 看起来啊 村民们对这种奇怪的生物也十分陌生 为什么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来寿村这个地方呢 考察队了解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这个地区啊 并不是头一次出现奇怪生物了 在来寿村附近的青城后山 最近几年也出现了一种生活在水里的奇怪的虫子 传说啊 这种虫子能长到二十厘米长 头上顶着一大钳子 而且是贱人就咬 这是什么怪虫呢 考察队决定 一定要去找找看 来寿村西南二十五千米的虫义镇 属于都江艳势管辖 长期以来 这里流传着山间溪水中生长着怪虫的传说 它的翅膀和蜻蜓差不多 而且还长到两只脚 就像一个钳子一样 很吓人的 黑暗色的 翅膀上有这么大 天天有两个家家 村民称这种怪虫为巨前怪 据说它见人就咬 非常可怕 当时老子里都完全是一片空白 因为我的平常的鸡腿的知识里边 没有想到过有这么篮球那么大 很凶猛 还见着人就咬的昆虫 我就想是什么东西 为了彻底弄清怪虫真相 考察队请来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 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 帮助考察队在青城后山的溪水中 寻找怪虫 咱们从这边下去 赵丽告诉队员 水生昆虫的巢穴应该都在河流的沙石下面 经过几番寻找 队员终于找到一只与村民描述相符的生物 这只飞虫体型巨大 通体又黑 目测大约有20厘米长 腹眼突出 头上巨大的上颚格外显眼 照例说 这种昆虫学名叫做月中巨齿铃 虽然它长相凶猛 其实它却是素食生物 仅靠吸食树枝为生 巨齿铃对水体水质要求极高 因而已成为濒临灭绝的生物 非常罕见 原来如此 让崇义镇村民不知所措的怪虫竟然是巨齿铃 可能是因为稀有 当地人没见过 所以就把它当成了怪虫 那么也是在这附近发现的三眼怪虫 难道也是某种宾威生物吗 此时有考察队员就提出来了 说这种怪虫和一种海洋生物有点像 和谁呢 和它 您看 它的学名叫厚 二者都形似马蹄的椭圆形 同为水生动物 而且同样有着细长的尾巴 难道它们是近亲吗 厚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海洋 极之动物 生活在亚洲和北美洲的沿海 在我国周边也有分布 它们在每年的立夏到除蜀 进入繁殖期 通常日落后 在退潮的沙滩上产卵 因为形似马蹄 在广东福建一带又称之为 马蹄蟹 从外观来看 三眼怪确实与厚有几分相似 那么这两种生物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彻底弄清三眼怪的底细 摄制组再次请来昆虫专家赵丽 来鉴别这两种生物 厚和它长得非常相像 但是它是淡水当中的 而且海洋 厚是海洋里的 厚是海洋里的 我们说的厚和村民们说的三眼怪 除了生存环境不同以外 还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咱们把这两种生物做一个对比 当然这个厚虫呢 是我们经过放大处理的 首先咱们看它的外观 厚最大 它能长到60厘米 但是这三眼怪呢 村民们说啊 它长这么七八厘米就不长了 厚呢 您看它有五对富足 而三眼怪啊 我没细数 我这么看 怎么才得有十几对 其次就是习性 这个厚呢 是在沙滩上产卵 说明它其实能够短时间的离开水 但是三眼怪不同 村民们说啊 只要它一离开水 马上就会死亡 如此看来 村民所说的这个三眼怪 和后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 可是昆虫专家却说了 说它们之间呢 其实可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听着是不是有点糊涂啊 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考察队跟随昆虫专家赵丽 来到位于都江艳市的昆虫博物馆 赵丽在博物馆馆藏的画石里 找到一枚与三眼怪极为相似的画石 它是在内蒙古林城县道府都发现的 这个地层经过相关地质专家的考证 是属于大约1.65亿年前的地层 1.65亿年前 化石上的生物身体构造清晰可见 椭圆形的背甲 柔软分布的针结 分叉的尾须 更为重要的是 头部也有三只眼的凸起 这些都与稻田中发现的三眼怪 极因为相似 专家说 这种生物叫厚虫 最早出现在距今两亿年前的二叠记 它和厚一样 是比恐龙还要古老的物种 因为见证了恐龙的兴衰灭亡 因此还有一个别称 三眼恐龙虾 专家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厚虫的化石 它属于塞足缸背甲木 现在已知的大约15种厚虫 都是淡水厚虫 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北美洲 中国已经发现的有中华厚虫 和丰盛厚虫两种 它们经常出现在雨后的水坑里 就好像是从天而降 显得非常神秘 专家将取自村民刘李杰家中的生物样本 与化石仔细比对后确认 稻田中出现的三眼怪 就是厚虫无鱼 专家确认了这种三眼怪就是厚虫 那么这么古老的物种怎么会突现稻田呢 村民们也都说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生物 难道它是从侏罗纪穿越而来的吗 考察队在来寿村深入走访 村民们都说这种厚虫啊 大概是2008年之后出现的 这个时间很特别 那么这种生物的出现会不会与2008年的汶川地震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村民的说法 考察队的地质专家万新南教授并不认同 他带领考察队来到了当时受灾比较严重的一处遗迹 他位于来寿村西北的白鹿镇 专家告诉队员 地势平缓的地方 地震的破坏力可以将原本水平的建筑部分抬升 但不会造成深层土壤翻覆地表 可见地震对处于平缓地带的来寿村地块 并不会产生地层翻转这样的影响 万教授的分析也得到了村民的证实 2008年地震的时候您家这块田有什么变化吗 没变化 看起来这厚虫的身世还真是扑朔迷离啊 不过到目前为止啊 可以确定的是厚虫的生存它离不开水 村民们不止一次说过说这种生物啊 在稻田注水的时候会大爆发 在稻田放水的时候呢 它就会销声匿迹 看来只要有了一定面积的水体 厚虫就会适时的出现 难道破解厚虫来历之谜 答案就在这水里吗 考察队采集了刘理杰家稻田的水样 送到了成都理工大学做水质检测 结果显示水样与一般稻田的水质没有什么差异 同行的生物专家也提醒我们 厚虫对水质要求极高 因而出现厚虫的稻田水源应该水质良好 根据刘理杰的讲述 厚虫几年来一直在他家的稻田出现 这让考察队对这块稻田表现出格外的关注 通过观察 注入稻田的水源来自一条绕村而过的沟渠 沟渠就是村民共同的灌溉水源 是从山里引下来的山泉水 通过对全村耕地布局的了解 专家发现从公共水源引出的水流进入来寿村后 最先到达的正是刘理杰家的稻田 也就是说发现厚虫的这块稻田是整个村子中最先注水的 专家分析厚虫有可能是从水源上游顺水而来的 为了证实这一推测 考察队顺着水渠溯源搜寻 可直到龙门山深处也没有找到厚虫的踪迹 难道是专家判断有误吗 考察好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你看跟水质没关系 跟地震也没关系 那只能是跟厚虫这种生物本身有关系了 这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类似的生物爆发事件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国的名山 庐山的西海 庐山西海位于江西省北部 在九江市武宁与永修两县之间 距离省会南昌市九十多千米 庐山西海上街木覆山的源头之水修河 下通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以西海水质纯净为骄傲 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田径生活 然而最近几年 西海本来纯净的水体里 一度出现了不明生物 让当地人不免有些担忧 这种不明水生物从出现开始 就成爆发态势蔓延 来势汹汹 有些湖面已经不复旧石清澈的状态 变得白茫茫一片 感觉特别奇怪 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鱼 让村民们担心的是 这种白色絮状物会不会是什么污染物呢 为了解开谜团 一支科考队来到了西海 队员收集了白色生物样本 送到南昌大学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检验 欧阳山教授根据检验结果 发现这竟是十分罕见的桃花水母 桃花水母 这是世界上唯一生活在淡水里的水母 是世界级的宾威物种 据了解 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只发现了十一种桃花水母 咱们中国就有九种 它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 作为生物进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物种 它的地位丝毫不逊于大熊猫 专家解释说桃花水母个体在水中翩翩起舞 这并不是它唯一的生存方式 桃花水母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叫水溪体 水溪体个体极其微小 在水中用肉眼很难发掘 等外界环境不利于水母发育成个体的情况下 桃花水母就会以水溪体的形式长期存在 等待时机 一旦时机成熟 离伏在湖床的水溪体就会很快变成水母的形态 等大批水溪体变为水母的时候 就如同水母呈爆发态势 桃花水母它是以两种形态去应对环境变化的 这在生物学上被称作是世代交替 这种情况在很多的植物和动物的身上都有所体现 特别像桃花水母这样的枪肠动物 可以说非常普遍 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去适时改变自身的形态和特性 这正是进化的规律 那么后虫会不会也能变身呢 在平时没有水的时候 它以另外一种面目示人呢 专家推测 后虫之所以反复出现在这块田块 是因为这块田里有后虫虫软 为了证实它的说法 专家在田块中提取了土壤样本 我这样先进行初步的淘洗 经过多次的淘洗 专家在进水口的泥土中有了可喜的发现 专家告诉我们 说这个后虫的繁殖跟桃花水母有点类似 虫卵就像桃花水母的水吸体 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形态很长的时间 以虫卵的形式保存生物遗传信息 在生物学上叫做治愈期 进入治愈期的时候呢 雌性的后虫就会发出一个生物讯息 这种生物讯息呢 就像是一种指令 告诉它的卵不要进行孵化 这个卵就不孵化了 就怎么一直待着 直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 才再次孵化 按照这样的道理 恐怕您就不难理解了吧 为什么多年之后 干涸的稻田或者水坑里 后虫还能出现 那么后虫的治愈期到底有多长呢 根据目前科学家的研究啊 后虫虫卵在干旱的状态下 可以保存生命至少25年之久 这时候如果你再给它放水 虫卵照样可以孵化出后虫 可真厉害呀 但是啊 为什么这些后虫 它只待在 刘里杰家的稻田里呢 考察队发现 刘里杰家的田块是全村稻田最为低洼的地方 因而 后虫的虫卵进入稻田后 最早被保存在了这里 在后虫进入繁殖期时 由于这处水洼的蓄水特性和雌性后虫 会选择固定地点产卵的习性 进水口便成为后虫群体公认的产卵孵化地 就这样年复一年 周而复始 至于为何后虫在汶川地震之后集中出现 专家推测 后虫虫卵原本应该是被保存在龙门山中的水体里 经历地震之后 伴随着地质灾害 后虫的虫卵通过水流被带到了来寿村的稻田中 考察至此 来寿村后虫爆发之谜总算是有了答案 后虫在来寿村的突然出现 正是诸多地质因素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专家介绍说 后虫的生存对水环境有较高的要求 这个水中稍微有些污染 后虫就会集体的消失 其实后虫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生物 它们曾经大量的出现在农村的水塘和湖泊中 可为什么今天它的出现会成为一件新鲜事呢 我们知道地球众多生物繁衍到今天 一个重要的自然法则就是进化 也就是通过改变样貌和习性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不过这种平衡正在被人类打破 因为人类的活动导致了环境变化的加剧和加速 一些生物还没有来得及适应新环境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而今天来兽村的后虫穿越千年与我们见面 这仿佛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们 只有维护好生态环境才能保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 才能保护好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